南方街頭運動人士謝文飛 王莫因為聲援香港戰中 已在本月初被廣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 移送廣州市檢察院起訴 起訴書中稱 謝文飛 王莫故意以造謠 誹謗 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侵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該案代理律師陳柯雲周二上午會見了王莫 他在不出看守所後 告訴本臺 該案起訴意見書 查明的舉牌 拉橫幅等事實 尚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不構成犯罪 王莫也堅持自己無罪 認為當局報復陷害 把他一些那些舉牌尊約為官的那些事都給他挪入到一起 這本身就是屬於言論自由嘛 他只是站在街上表示 按照現權法律這個也不是犯罪 當局這件事 他怎麼去找我們也沒話預測 結果怎麼樣去理 我們也沒話判斷 有一個觀點他仿佛跟我說明是什麼呢 他說他們所做的就是跌伏一黨專政的政權 他說一黨這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國 所以他說認為不構成跌伏國家政權罪 這是他自己本能的觀點 我說呢 我說你以後如果恢復自由了 他會不會像以前一樣做這些事啊 他說他會啊 因為這些事很有意義啊 最後他讓我感謝那些官需他的朋友啊 報告那些媒體 而同樣因支持站中而被捕的深圳網絡維權人士汪龍一案 在經歷了兩次被退捕偵查後 於週一接檢察院通知不予起訴 據海外維權網本月統計 仍有10多名北京公民 6名廣東公民因聲援戰中仍在押 當中包括江劉勇 李東梅 劉慧珍 韓穎 徐重陽 王藏 張淼 朱燕光 追魂 李玉鳳 宋澤 謝文飛 王莫 蘇昌蘭 天理 王永宏 郭玉傘 何正軍 葉小禎 張英 冉崇碧 江家文 張勝宇等 此外 被積壓在廣州天河區看守所的維權人士郭飛雄 早前冒著巨大風險曝光監獄對在押人員進行信息耍 引發外界極大關注 他當時嘱咐律師稱 如下次見不到他 則一定是被關地牢遭受非常嚴重的打擊報復 本週一 該案代理律師張磊會見了郭飛雄 透露他暫未因此受到不利影響 他引述郭飛雄稱 雖然失去自由身 但即使身在獄中 也會堅持維權 張磊週二告訴本台 郭飛雄本名楊茂東 他於前年被抓捕 後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起訴 去年11月案件開庭審理 近18個小時後休庭 法官宣布擇日宣判 但至今沒有宣判 該案代理律師已就對郭飛雄超期羈押 向審理此案的法院院長提出控告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新林的採訪報導 並非要求祝福報告 在港人物封判 更是爭取的